来看看新闻网 在这就是9月初去赵宝刚的看片会上亮了亮相 再之后也不知道道明大叔到底哪逍遥去了 但不管书有多低调 江湖上关于书的传说从来不曾间断 2001年陈道明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出演 《康熙皇帝走进大众视野》 从那之后陈道明正派威严的形象深入人心 紧接着在《楚汉传奇》中饰演汉高祖刘邦 在《少年英雄包庆天》里饰演八贤王 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个儒雅的大叔 皇上如果再贸然出兵我怕 随后陈道明又开始节拍大量的历史作品 《建国大业 唐山大地震 建党伟业》 《1942》再到今年的归来 陈道明沉着而富有思考的表演 让一个个历史角色都无比的鲜活 这一切都源自陈道明的文化积淀 除了演戏之外 陈道明在私下偏爱五文弄墨 据了解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不少书法作品 就出自陈道明之手 能问能武的道明叔 高尔夫的高超球技也是全中人尽皆知的 就连冯小刚都是他的徒弟 如今59岁的陈道明开始逐渐推出迎评 投身钟爱的话剧事业 堪称干什么什么成 陈道明很快就在话剧领域大有作为 喜剧的忧伤简直是一票难求 冯小刚曾评价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 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的确他有保读师书的才情 喜尽千华的积淀 宁静致远的心境 严谨诚恳的态度 他就是有这样的资本 在浮华纷乱的演艺圈 孤傲不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